那刚讲到就是说巴菲特的今天今天清晨的时间了的这个 外定的新闻啊他 的波克夏 那波克夏的又卖掉了好像七月份吧 还开始呢又又又卖掉了不少美国银行的股票 好所以他的金融股对于换句话说最近的波克夏的操作的是很保守的一直在在减仓 然后不管是科技类股的苹果啦或者是或者是金融类股的美国银行他的抓抓抓现金 那这个呢这个是对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你可以看一下看一下 巴菲特的一个操作的态度 我当并不是说那你要去买苹果或或者要卖平道不是而是说而是他他一直在在增加他的他的现金部位他可能会会去买一些的短债了 买一些的公司在了或者或者买一些呢在一些的景气循环的过程当中的反指标他买的都是呢景气的反指标的比较小小型的小型的股票 好那因为因为他卖美美国银行啊让我让我让我想到呃在最近大方异彩的就是在 因为牵涉到真主党的这个这传呼机的 恐攻事件 的那家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的 Paper company 他叫做bac 那bac bac bac是啥呢 bac 当都没有人去 去探讨bac是是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新闻里面没有任何人提到 为什么这家paper company以及在台湾也设了分公司 虽然是指指上公司 在台湾 在内湖 在去 在民权民权 民权东路 这 设的这个这个paper company 也叫做bac bac的如果 如果如果就一个 你看起来他像像是个缩写的概念因为因为三个三个 他那个公司bac都是用大写吗 用大写意思表示 表示他不是致敬的意思 而是 通常是缩写 那到底是什么的缩写 bac呢在 在国际的市场当中 你看到bac三个字的时候 内行人 稍微有一点点概念的 都会知道bac 就是美国银行 就是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他就是美国银行的意思 所以 这家 这家匈牙利的paper company 以及在台湾也也设了paper company的这个bac 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这件事情不会因为以色列最近 对于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 的狂轰烂炸 是 史上的 以色列对于 对黎巴嫩所发动的最惨烈的攻击 已经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伤 以色列几乎 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一个中东的 小霸王 流氓国家 更像个流氓国家 那 这种的打扮在在在台湾 在台湾的官方你是听听不到的 台湾的官方的碰到这些是事情的时候呢 一切呢都是循着美国的调子走 你如果看昨天前天 拜登在联合国的演说最后一场的演说 跟古特雷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演说那个吊着 南远北侧 仿佛的是个平行时空的是两个世界 拜登的演说 会让觉得 你赶快滚吧 真的就是在在在当美国的总统也不适合了 我所谓 待当美国总统也不适合 是因为 你看他在描描 数的 战争 对于 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的杀戮 从拜登的嘴巴里面没有感觉 从美国的政治人物里面 谈到中东的情况的时候呢对于大规模的伤亡 没有感觉 这么大规模的死伤 种族灭绝式的在加撒的行动 以及呢对于真主党除了呢之前的 之前的这种的传呼机的恐怖攻击行动 我仍然认为他跟台湾有关联 就算 在制造的部分来来讲不确定 可是那个贴牌 在国际贸易上面来来讲他就有问题 我在怎么授权你贴牌也没有授权你不在台湾制造 可是你可以贴上没点台湾 台湾就已经卡在里面 台湾就就被美国贴牌就被以色列给贴牌 台湾被以色列在这场的恐攻以及接下去中东会越来越混乱的局面当中 台湾被贴牌这件事情是很糟的 伊朗的安全部门已经了在他的报告里面已经直接讲 这件事情跟跟台湾是有关的虽然他也讲不清楚我估计他也不知道了 但是所有的所有的我们做做的这种的逻辑分分析哪怕你只是看到 看到了账面上面的这些的资料 也应该够你可以比较理智一点说这件事情会给台湾带来大麻烦 那 台湾到现在为止 对对中东的事情对以色列仍然是一往情深了 跟以色列的仍然保持着很密切的合作包括最近的 资通电军 我们的资通电军呢 作为陆海空 网军 的第第四军 基本上面的是总统 就是说的最高统帅呢在操作的 可是这个资通电的电军 也跟以色列的密切合作 到底这个传呼机呢 是谁是谁做的 里面 即使台湾的检调检调单位做了一波的传唤之后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就就没有下文了吗 起码我们应该要 应该要知道的就是 在这个事件里面 美国虽然第一时间的撇心说他不知道 但是 是 以色列除了在传呼机上面贴牌之之外 那家的公司 贴的是美国牌 我说了BAC 你认为取这个名字是偶然是没有意义的是大家看不出来那个BAC 是是个是个是个什么的什么的意思吗 我觉得 以色列在搞这件事事情的时候 传呼机后面贴的是台湾牌 而公司上面的贴的是美国牌 你看懂了吧 我我我主观上面认为了 我主观上面认为 那个的背后 从以色列去设定了这一场的 国家恐怖主义的攻击事件 把所有的一般的民生的通讯器材 都使得大家心生恐惧摸摸手机会害怕摸iPad会害怕 摸摸任何东西会害怕 你哪你哪知道这里面在过去你的担心 多半都只是他会不会有监听监控定位 当然会 当然会 所有所有 你中就该所有美国会担心的事情他担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会这样子做 监听客气吗 梅梅克尔 在过去的这个萨克起 即使他的盟友德国跟法国的领袖 应该还有还有其他的领袖 都被都都被呢都被美美国的美国的群群制部门监听监控非常非常久了 可是 你看到这些的国的国家的领袖 监就监了吗 那好好好像也没有也没有啥进一步的反应你就知道 在一个国际政治的权力运作下面了强权真的就是真理啊 你 你就算了受了一些不合理待遇也莫可奈何 可是 台湾 授权以色列在传呼机上面贴牌 而台湾本身也被美国以色列给贴牌 而以色列在公司的名称上面了把美国也贴牌 把美国以色列跟台湾帮都在一起 你看到的BSE在仔细想想 BSE除了是美国银行的那种的概念跟想象以外 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媒体在问说这家公司为为什么叫的BSE BSE你只要去网网路上面去看一看 他唯一的意义就是这个 好然后刚刚刚刚刚讲到的就是 台股台股的夜盘 台子旗的夜盘呢涨了147点 22,939点 那成交量的56,732口的成交量今天开盘了之后呢会开高 开高了之后 有机会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来挑战23,000点 好咱们听众朋友呢不管在哪里那都跟大家呢说 说早安 看咱们听众朋友在聊些啥 嗯 好 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关心的都都蛮宽广的 好 呃有得听众朋友在问说银奶精英又跑到哪哪里去去度假了 你在问问我吗 我不知道 虽然我每天都会都会看到他不会啊我昨天都要看看看到他 但他又跑到哪里去去度假 我不知道 好那那那那你们要自己到他的留言区里面去问了 好 来回到回到回到新闻的部分 那 几条比较 比较值得关注因为台湾台湾方面来讲的现在在关关注那个超私的 就是疫情期间的鸡蛋的采购 那这个案子 我就不发了 因为 因为我还在我还在我还在看 看检方的办案是办办真的办办假的 第二个就像这种案子 他总是表现出一种不点不亮的感觉 我说不点不亮就是 拜托那个那个鸡蛋的采购已经过多久了 从选选前起码从从去年大家就已经 该该摊在桌面上面的证证据 所有的所有的这个这个流程大大概也都已经清楚了 那这这些这些叫做什么什么公公公司的或者或者或者这个 呃除了金流以外的人流大概也都已经清楚了 但是都没有动动作 在蔡英文政府时代的所留下不管是鸡蛋采购一面一面一面采购 或者是或者是什么口口罩国家对然后快在国国家对 留下来的一堆的弊案 这还不包括他本身的论文 好像不点亮 那超市的案子就开始动 那动了之后 再跟再看一看吧 因为昨天 算释放出不排除约谈 陈吉仲 只有这为什么要 要排除了 陈吉仲是当时的 农委会的主委 农农农业部的部长是为了为了为了超市出来叫 出来出来骂的 如果说超市本身昨天约谈之后 四个人交保 超市的负责人 两百万交保限制出出境出海 如果 如果如果都已经两百万交保了 那 陈吉仲在整个的决策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是应该问了 所以 我说你现在现在的这些的 这些的新闻都还在一个我觉得打叉叉天球 就是基本上面还没有要直指核心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两天的时间 像超市的这种案子突然拿出来办一办 突然拿出来办一办一办的就就像是 前两个月的时候 陈宗燕的案子突然间的拿出来办一办 都十年了 陈这陈宗燕都以为呢他自己的过过关了头也过身也过了 他都觉得他没有谁突然又有事了 你知道就是这种的怪案连发 台湾的台湾的司法件怪案连发 那 当时陈宗燕的案子 大家认为的是为了要 要假假平衡 因为我做新闻工作 新闻工作之后你看得懂新闻了就知道有很多的新闻 本身 他不是新闻 他是烟雾弹 所以烟雾弹就是他只被放出来假平衡 那烟雾后面的东西呢是是重要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陈宗燕的陈宗燕新闻 被认为了只是郑文燦的案子 要要要要办 的一个烟雾弹 以正续听 证明就说呢 我在党内 我是超派系的大公司 我管你啥啥派系的 你看我连 我连呢被认为是我的子弟兵的陈宗燕我也办啊 那个那个是个烟雾弹 同样的超司 我认为超司 看起来像是 柯文哲的案子的烟雾弹 是精华成的案子的烟雾弹 那我不是说超司没有事啊 我只是说 这种都已经 超司即使成年没有没有 没有成这么久 他的年份的大概呢 只有只有只有两人两三年 可是 这个时候突然间 然后成为 检调单位的重点 那是检调检察官这么多 说你办你的我办我的不就是在发动的体系里面 检查是一条边的 上面的那个人就 一个 一颗脑脑袋而已 最上面的那个人 就一颗脑袋 他的脑袋里面呢 你不要把想的很聪明 以为他同同时可以 可以像是八爪章鱼 一样的 可以呢 可以兵分多多路 去办很多案子 没有 他脑袋里面 通常 也就是关心的 一两条案子而已 而这些案子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呢 特别是这种的 指标性的 那众所矚目的 这些的案件 他因为因为他会有些的新闻的动脑 多半的都会是呢 都会是特办 那这种的特办 在哪个时间点的突然间的抽出来办一下 那个时间点比较重要 或者说案子就就摆在那 什么时候要要要办 那就是 那就考虑到那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好 那 今天的中国时报在谈的两国论再升级恐激化两岸对抗 赖清德呢 在在在这个 Concordia的这个与峰会的录影演说里面的更进一步的表达不过 去去去纠缠于赖清德的讲话 已经 没啥意义了 你你你只需要关注的就是 两岸 两岸正在朝着 朝着失控的方方向走 那现在 基本上面对于台湾 那避免的成为一个troublemaker去挑起 战争 重点已经不在于 不在大陆方面北京方面要怎么做他昨天的连 连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 的 的实验 试射都都做了 那起码 起码大概是在一万一千公里一万两两千公里的全射全射程都已经做了 那一般的媒体来大陆方面并没有直接说这个是哪一款并没有说这是东风 四十一不过的从他的发射形态来看应该就是东风四十四十一 那机动式的从海南发射 那 大陆方面在做做这些事的时候 不要认为这些跟台湾是没有关系不这都跟台湾有有关 就是 东风 四十一这枚导弹的昨天的成功试射把整个的中国大陆对太平洋的战略中众生的都拉出来 拉拉出来之后呢太平洋的格局就不太一样了 好那 两岸的问题已经不是在两岸的格局框架里面 去讨论的 而是在一个中美的框架里头 这个呢 剩下的部分的待会 九点半钟的时候呢在这正经的龙凤沛的时候呢再仔细谈吧 不过呢昨天 也不是昨天哪前两天因为这这新闻的出来前两天了就就就是 明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他在 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 呃因为在他他是西部州那也是现在 川普的领先领先州 那在 亚利桑那州也就是我们的台积电要成为美 美积电 的那个那个州 那他的办公室呢 遭遇到了枪枪 没有人受伤 那重点是说 因为 因为这已经是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直接间接 跟 候选人有关的第3起的枪极案 那前两起呢都都是直接呢要描着川普 川川川普真的是天天选之人你看那子弹从耳朵耳朵耳朵上缘这样子划过去差一点的就就算就算没有没有打中的脑袋差点就变成 呃 就变成政治圈子里面的范骨 差一点点 好 算他开玩笑讲说在历史上面哦 就是 耳朵受了伤的呢都很有成就譬如范骨啦譬如贝多芬啊 他们大方异彩呢都是从他们耳朵出问题以后 那川普会不会是第3个 那 知道 可是 可是呢当贺 当贺锦丽办公室呢也被枪击的时候他就会挑挑起美国媒体圈子里面另外一个问题就说 为什么会会有对于对贺锦丽的枪击事件因为 因为你知道民主党的一直把自己呢把把自己包装的Joyful Peaceful 就是我们的选举呢是欢乐的 是和平的 Peaceful and joyful 那那为什么我相信贺锦丽因为呢因为因为是你共和党 因为是你川普马斯克 一直呢都在暗示说 为什么只开枪打我们共和党 为什么没有人去打民主党 当然他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意思是说会来打川普会来打共和党 而且呢都都是要命式的带着长长枪把自己打扮成狙击手然后呢要 要要一枪的把 把候选人干掉的 这些呢都是因为你们民主党的不断的呢挑起的这种的这种的仇恨 就是美国的选举当然已经彻彻底底的进到了仇恨的动呃动员 这种的仇恨动员美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美国的美国的历史上面 总统在 就算是总统在在任内被被枪击的也发生过好几起啊我不细数了啦不过 在 但是在二战二战之后 二战之后呢这种的暴力升级仇恨动员 他却确实呢到了一个新高峰不能说二战二二战以后还有好几个 毕竟 甘乃迪那也也被枪击过呢 Reagon的也被枪击过 可是最早在冷战以后呢这种的情况的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很密集 在一场的总统 选举里面 还没有选完了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五个多多礼拜呢 可是 枪击案的已经陆陆续在发生 而且互相的都指的对对方说是因为你在搞仇恨的动员 但是美国的最麻烦的就是因为 因为他的枪口比人口多 他的他的枪枪支管制已经没有办法做了 那共和党的又是捍卫捍卫呢就是呢 捍卫枪支的 那来互相协会在美国 美国要美美国要禁烟了跟进枪都非常的困难 的原因他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潜在推动的社会 压力团团体 所有的所有的形式上所包装的那些的理由 道貌案人的理由 其实他都只是在包装背后的利益 那因此谁给的现现金多谁有能能力的去 去去提供更多的现金谁有更大的游说力量那个议题呢就牢不可 破 所以美国 共和党 在 枪支协会上面来来讲的有高度的依赖性 烟草对对对不同的党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些的药品 军火 那那每个政党的都没办法摆脱 你想当这些的压力团体有很强的力量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社社会呢除了不断的引证 直渴以外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啊 好吧 大家就希望了就说这这这些的这些的恐恐怖攻击的事件呢 不是恐怖攻击就这些的这些枪枪击 事件 选举暴力啊他不要 被模仿 扩散 因为 每个国家都有些选举 连安倍 安倍安倍都会被枪击死亡 日本的现在的现在的选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越来越不可测 因此 今天以中东的情势以俄乌的情势来看了 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安全感 大概呢 现在的安全系数呢都很低 好但是我们再回到的中中东的部分了 因为以色列对于黎巴嫩呢 所 所所发动的 已经是 他就是战争 那 一方面在加萨呢还在 还在加萨加萨现在当然 在在之前加萨几乎已经被被抹平了 断元残壁啊 你看到的加萨的新闻 人间炼狱 他他本来就就是个人间炼狱 现在 更是人间炼狱 就是 如果要拍战争片了 要找场景 几乎 不用搭布景 直接到这加萨拍了大概就拍得很好看 那现在的对于黎巴嫩南部 所发动的攻击 而且是这种 偷袭式的攻击 除了先先发动孔孔公 这个孔公 从从战术上面来讲 当然是聪明的 就就是 先把你很有限又比较落后的通讯的方式 让你们都不敢用 以至于呢 这些的真主党 的成员们 他们的横向联系 纵向联系 都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BB Core不能用了 那手手手机的本来就已经被禁止使用 因为会泄密 会被定位 就不准使用 那怎么办呢 那那那如果要谈事情的时候呢 大家就必须要拿face to face 面对面 用飞鸽传输的方式 那几点几分的时候呢 大家能在哪里见面 大概就只好用这样的方式 可可是见面的时候 那就是呢 以色列要发发动攻击的时候 好不容易呢 看你们这这这些的头人呢 都都聚在一起 那就一锅端 所以以色列的在 在先发动了BB Core的攻击 然后呢 当当这真主党的要讨论的要报复 然后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在发动的这种的导弹的攻击 然后呢造成了真主党的领导班子 非常严重的伤害 再次的被团灭啊 但对于真主党来讲 他他本来的力量的就很弱 他背后呢主要 因为他他是实业派嘛 那主要的靠 靠伊朗的支撑 可是伊朗讲话 伊朗 从 之前呢 在 在加加萨 在这哈马斯的领袖 在伊朗 参加伊朗总统的就职典礼 然后被暗杀 伊朗说要报复 时间一晃眼 过了个把个月了 伊朗没有动静 基本上面 伊朗就是被安抚了 伊朗 不止被安抚 伊朗是似乎 他现在就只能够憋着气 他实际上面呢 他 他给 他给西方国家或者给中东的 比较活 活跃的这些呢 什叶派的团体 因为迅尼派都已经被交得非常乖了 这些什叶派的团体 现在的几乎呢都处在一个只能够挨打 对以色列的莫可奈何因为 以色列在动手的时候 他的外头 还有呢在维续的美国的力量 看到川普在联合国的讲话的时候 真恶心 真恶心 这些的政治人物 对于呢中东的今天的灾难 人命对于以色列近乎倒行逆施 作为二战的时候呢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的犹太 民族 在建国了之后呢所进行的这种 这种血血腥杀戮 完全不下于旧约圣经里面所说描述的场景 到人人到极嚣张的时候就把自己打扮成神 你看到今天以色列在这中东的作为就很有这么个味道 嚣张到极点了之后呢就就就就开始呢把把自己打扮成神了 俨然的这自己呢就就是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呢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人 你的生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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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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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你的你的善都由他呢来决定 而美国的在在外头说采取的那那那种冷漠包庇的方式 要美国的美国的大选快到了 现在的天天气的也慢慢在转凉了 之前的对于呢校园里面的这些镇压行动 除了周末偶有偶有行动以外 大部分的这种的社会情绪呢都已经被掩盖了 那会不会因为呢这种的战争即使美国的媒体都轻描淡写 可是 我不太相相信周末的在社会的底层对这种的事情的是看得下去 毕竟 只要你你能够 你避开了那些的主流媒体你会你会看到非常多非常残忍的 这种的杀戮的情况 当我们生活在台湾了 对于这些的场景 你不要觉得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我相信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在黎巴嫩在贝鲁特的许多人 也已经 又过了几年的安逸日子 也不认为呢这这些事情会扩大到 到黎巴嫩会扩扩大到呢贝鲁特 可他就发生了 许多的事情 就就像是2022年 2022年的2月之前的乌克兰人 大概也也都被洗脑到说不会不会在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可是乌克兰现在几乎被打烂 输赢重要吗 当你被打烂的时候 当炮弹 会把你家变成废墟的时候 一科一科弹药下来呢在媒体当中的苗 马苗的描述都会是 精准命中 甚至于呢可以破窗 而入 精准命中 可是对你 来来讲是你的身家性命的 全 一个城市一个一个区域里的里面 他毁掉的呢 你不可能像是 像是美美国的9911好经过了911事件之后 然后呢在经过几年的时间 大家呢 勇約的募款然後呢在那個地方的做從從從建把他呢把他變變成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悲劇的紀念地標對啦你先你現在去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呃許多人是抱著 參觀 休休閒的態度 在那個廢墟的周圍呢在在在活動因為我剛去過 你當然 如果如果沒有一點事前做點過功課在那個地方已經聞不到災災難三千條的人命 的那種的味道就就在你站的這個位置上面 二十多多年前的時候三千條的人命兩棟的大樓在這地方還包括了包包括了飛機 客機 那種的震驚的悲慘的畫面的就在你腳踩的這個位置上上面二十多多年前 所以不要認為什麼事情 不會 你只要警覺性不夠的時候你只要縱容某一些政治人物跟政客 持持續的 朝他的他的那種鑽牛角尖的方式呢去思考跟處理事情 用最粗糙跟最粗暴的方式去處理事情 戰爭就就會很容易的就到了家門口 那 伊朗的 伊朗的總總統講話當這個總統 萊西被殺了之後那我不能說被被殺反正他他就他直升機墜機嗎 他到流了留下很多的疑問 但是呢這個新任的總統被認為是在伊朗的境內 的政治人物裡面比較親親西方的 但是伊朗怎麼可能親西方伊朗一樣怎麼可能親美呢 伊朗跟美國敵對的這麼厲害 伊朗畢竟被美國同 被被美國近乎殖民式的統治了非常非常的久在巴勒維以前的時候呢 美國在中東最好的朋友不是沙特是伊朗 你如果是年輕人你一定無法想像 可像拜登他們這種年紀人他們知道在他們年輕的時候美國在中東是怎麼玩的 在 在兩次能源危機 之前的時候 最好的朋友是伊朗 當石油禁運的時候呢 是誰誰在呢努力的生產源源不絕的供應西方 以填補呢 這些所謂的阿拉伯國國家呢 的石油禁運 是伊朗 你能夠你能夠想像美國現在跟伊朗的敵對嗎 可是 因為這樣的背景 美國在伊朗 的滲透力是非常強的就像以色列 很多人不太明白就說 以色列因為真真主黨 顯然最大的問題就說 就就是真主黨或者是伊朗 顯然被滲透的很厲害呀 摩薩德就能夠摩薩德所有採取的行動 雖然那些行動很驚悚 是那種的國國家所執行的恐怖主義 可是 你從技技術面上面來看你會說 他怎麼辦到的 其實辦到的根本的原因是一個就是你被滲透了 你真你真主黨 被滲透了 你伊朗被滲透了 你對於摩薩德對以色列呢 以色列在看伊朗以色列在看真主黨 彷彿是透明的 這種被滲透 那 對以色列講怎麼怎麼辦到的 你知道在以色列的境內就是現在 現在以色列的公民裏的裏面 以色列公民裏面有不少巴勒斯坦人 我如果沒沒記錯大概也有格 你不要認為以色列是個單一的由猶太國 我國家沒有他裏面大概還有個 百分之二十 以上吧 百分之二十左右 左右 非猶太 穆斯林 巴勒斯坦人 阿拉伯人 當我不說這些人都可能是 是一個滲透的工具 換句話說他對於 他對於巴勒斯坦 對於 穆斯林的文化他不是不熟悉的 在他的國國內如何去處理這些的穆斯林文化 是以色列的內部政治的一部分 你認為他要去滲透真的很難嗎 他會找找不到人說我一看你就是有猶太人不 他可以打扮到你完全看不出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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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